接著來關心的是一個抗議的消息 知識台電進行1611線沿線高壓電塔地下化 不過三星大洲居民組成的促進會 今天掛起了百步條抗議 指稱元三、羅東還有東三的高壓電塔都要下地 為何獨留大洲段的高壓電塔 因此強烈要求要一視同仁 強調要抗爭到底 三星大洲地區的高壓電塔地下化促進會 以及居民集結在大洲活動中心 指白步條高喊抗議 並且前往高壓電塔旁掛起了白步條 展現堅定意志 三星人沒做二點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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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電塔地下化 促進會表示台電位在以61線沿線的高壓電塔 原三鄉、羅東正以及東三鄉的高壓電塔 確定要地下化 獨留位在三星鄉以61線沿線的電塔 至今地下化依舊是遙遙無期 因此將抗議到底 直到台電雲諾進行地下化為止 對台電這種處理方法 感覺非常不緩 剛才議長所說的 要做也要順勢來做 可以做圓線可以做當線 獨獨離三星沒做 這是地方對台電的不緩 所以台電如果沒有很好的處理辦法 我相信地方的空間會越來越大 這電塔在民國五十幾年來設立 四十幾年前設立 但是八十幾年來設立 但是八十幾年來有什麼配合 現在地下化之後是 對大小人非常不公 標示大小人公議 公議再公議來 當川民全力來控制 全力控制台電處理不公平 在一定控制台電的同意 說地下化之後才會放他 立委陳隆珀夫處也允諾持續 與台電進行協調 早日促成大周段高壓電塔的地下化 三個月前 整個月也有要求台電處理來協調 一定沒有一個結果 這裡剩七個 而且档山跟鴻山中 不是很多機 希望台電的部分 尤其北京的部分 一定會有中心的併佈 立委有特別要求 台電的部分 必須要在三星大周這段 一定要讓地方有一個交代 好 宜蘭新聞記者是市民 參選報導